新聞介紹要帶觀眾朋友 共同來關心的是 大拿町的金額中業者吃鴨蔥 他透過議員丹佩林向向議官議員議會議長 正面臺來臨情 只控有將近兩千隻的金額 比加議官加卓一般的法律所所五三 希望議長可以為他來主持功德 當時票要入所的進行 再度來發聲 吃鴨蔥以及到名大拿地區的市家業者 由議員丹佩林北斗 向議長丹佩丹丹前 當時現況控制補條 吃鴨蔥之外 二月十四盒洪檢卓人員到大拿高利土兵 檢驗站交開會議的時 承認說除了鴨蔥H5N8、H5N3、H5N2 新興北斗必須要菩薩以外 其他不需要菩薩 不料洪迪秀人員二月十五盒突然跟他講 只他的鴨蔥中鴨蔥各別完成勤力感 沒有出事人口正面問驗 到底十七戶典開菩薩行動 竟然他不可以接受的是 當時附近總共有六長的鴨蔥 被懷疑感染勤勤感 但是最后菩薩的只有他的鴨蔥以及另外一長 其他的四長都沒有菩薩 因此接著他的鴨蔥是遭受到五三 但要損失一百八十萬 那個鴨蔥剛才可以收錢 他一定沒有 我這條條 讓我本民主就行了 因為中央因為沒有經過制度的檢測 鴨蔥來誘殺到我們的鴨蔥 來管理和他們的鴨蔥 這些所有的鴨蔥參加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中央政府來做一個選民 接受這個鴨蔥前來跟鳳梨蔥來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跟我們五三 那五三呢 人家損失非常嚴重 政府應該要跟他們的鴨蔥補償 那不然他們就靠這個情侯 甚至含沙燈都有問題 所以說今天我們就是要接受請請 然後來跟我們縣政府還有上級單位來協調看看 情流感檢測方法跟判定的標準 就是它是一種高病原性情流感感冒 這樣就跟各位做個說明 我們沒有說去誤殺 而是說檢測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我們也不願意 我們如果不是要看你這些情人 鴨蔥在鳳檢局 就不讓鄉雅蔥副造長 萬一帝夾的培董之下 出事相關文嚴之處 起初確實是懷疑有六項組織的感染 但是經過三加尾數檢測 最後確認只有兩項組織的感染 另外四項並沒有比感染 所以只剖殺兩項 一切都是依照 向檢局相關規定辦理 絕對沒有誤殺 最近新聞中的心 該機關採控報道